電影《失菇》的原刑 國江堂的兒子 國新鎮被拐一案 27日宣判 央視報導 山東省遼城市中級法院 以拐賣兒童罪 判處夫婦及死刑 換其兩年執行 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並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 對其限制減刑 以拐賣兒童罪 判處唐立下 無期徒刑 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並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 同時判令二人共同賠償 附帶民事訴訟原告人物質損失 人民幣50多萬 1997年 國江堂的兩歲半兒子 國新鎮 在家門口玩的時候 被一個二十多歲的女人拐走 之後二十四年間 國江堂為了找兒子 走遍了三十多個省份 行程50多萬公里 報廢了10架電單車 2021年 在公安部開展的 團圓行動中 國新鎮終於被找回 而拐賣她的夫婦吉 唐立下二人都隨之落網 國江堂的經歷 被改編和拍攝成電影《塞菇》 由劉德華飾演的雷澤歡 原形正是國江堂